你别喊是我 二当家的 你放开我 是让人看见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没娶媳妇 难道配不上一个孩子她娘吗 我看要不你跟我算 你 我给你 小娘们 我早晚收拾了你 怎么了这是 你耗心的毒药 又像镇老娘便宜 你说你也是 整天穿着花枝招展的干吗 我穿着花枝招展的也不是给她看的呀 再说 那大当家的看着我也没像她那样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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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诸位当家的 我今天请你们来啊 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听听 我想给这孩子起个名 这孩子没爹可有娘啊 怎么轮到你给取名字 不想当初要不是我 她娘 她娘就得腾死在乱分堆里 哪儿来她呀 我也算得上是她的救命恩人 我给她起名 那理所应当的 那行 你想了什么名字 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对对对 对 我想啊 这孩子命苦 起个贱名好养活 我 我想这么几个啊 狗子 牛蛋 驴蛋 马蛋 还有 你们别笑啊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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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识文断字 能比他几天啊 您就我这一个吧 都 都什么来着 马蛋 牛蛋 牛蛋 还有牛蛋呢 牛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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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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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 你就有了名字了 就叫牛蛋吧 蛋捞 雸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学武啊 来了一个多月了吧 我那个义子栓子 我手把手教的他都不想学 没想到你喜欢 要学武也用不着偷偷摸摸了 每天这个时间 你就到这儿来 我教你 这是干吗呀 要拜师是吧 好 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嗯 од hospital 你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坐那儿 把脚抬起来 那种 我是看你走得不对劲 都破成这样怎么不说一声呢 你也不会说个话呀 来 把这鞋换上 让你换上就换上 来 干啥呢 换呢 我管不了你的是吧 把鞋脱了 把脚抬起来 来 套上 这个 还挺合适的 瞧这脚丫子长的 快赶上你骰子叔叔 走 娘 你怎么又给她换新鞋了 她今年都换两双了 我这双还是去年的呢 她走路使劲 穿鞋废 你那双不是没坏吗 娘偏心眼我告诉我姨父去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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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偏心眼 你要是我娘呢 就带比对我还好 她娘不会做鞋 再说了她是个哑巴 你跟她争什么 你从小吃人家娘的奶 你还争 娘疼死了 快松开我 说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其实我对哑巴可好了 傻子叔叔还让我们俩 拜把兄弟呢 我告诉你 以后不管怎么样 我不许你欺负她 听见没有 说话呀 听见了 无良天尊 是才贫道夜观天象 发现极星高照 明天可真是好日子 又是小少爷的八周岁生日 赵专员可要大半哪 这你放心 老子要大半一百桌 院里面摆十桌 街上所有的大角楼包了 赵专员真是大手笔啊 有您的一百桌为小少爷压寿 小少爷定能长命百岁 下来 来 给奶奶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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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大娘 给大娘磕头 二娘 可以 给二娘磕头 三娘 给三娘磕头 真香 来 给你娘磕头 给娘磕头 儿子累了快 歇会儿 你们俩把孩子给我弄些了 快点 好 好 我送 Annproduival ihr品 真能跑 来来 送 冯大将军赫礼到 你 感谢观看 我先喝一杯 一会儿人人有风 给我倒上 娘 一会儿您也尝尝 好 今儿高兴 待会儿也尝尝这洋玩意儿 一会儿也给六奶奶倒一杯 让她也尝尝 娘 我就不喝了吧 得喝 儿子生日 娘的苦日 你给我生一个大孙的有功 你必须得尝尝 倒满了 好 庄严 请 香 回去替我谢谢大帅 是 好 爹 今天是我过生日 不是给我送的礼貌 你怎么先喝啊 好东西得让我先喝 你这臭小子 现在就跟爹争上了 像我儿子 这孩子 无良天尊 今天是小少爷的八周岁生日 专员您就把这份符分赏给小少爷吧 西洋酒 行吗 正和天意呀 好 听你的 来 儿子 尝尝大帅给你的西洋酒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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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样呢 臭小子像我儿子 一点没给老子生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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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儿子 中里有毒 下降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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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谁 谁 谁指使你干的 说 说 谁指使你给老婆子多久 说 说呀 谁 赵元哥 你该死 老子没死 说 谁指使你干的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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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杀了我吧 杀了你 为出卖我都处死了 你给老子不敢 你给老子不敢 给老子不敢 走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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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也不想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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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说 说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娘啊 在近日 缺你良的 什么巧识都让你赶上了 小丝 给我毕了 曹队 饶命啊 赵阳哥 你别欺人太甚 宇文 听我的 这是我和胡老八之间的事 死事 跟你们任何人没关系 把枪头给我放下 放下 胡老八 说 是不是你故人杀害了我儿子 怎么会是我呢 那天我也在 要是大家一起喝 那不全完了吗 放你的狗臭屁 你小子一直怀恨在心 惦解我的军权 你仗着上面有人跟你撑腰 你一天没服够 想开枪是吧 来啊 我不敢 真的没有 不敢 你个汪八蛋拿枪对着我 赵阳哥 我警告你 你这样做 冯大将军会制裁你的 我现在枪毙了你白枪毙 我这是四位 改枪 对着这儿开枪啊 不 我不改 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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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都在了 哎呀 吉安哪 你可是回来了 你表哥这两天跟疯了一样啊 到处杀人 家里发生的事你都听说了 听说了 全省都知道了 刘长虎 我看你是否要重复 大哥 兄弟回来了 等我杀了刘长虎再说话 大哥 你干吗 不能再滥杀无辜了 我在西安得到准确的消息 冯大将军雷霆大怒 马上就要派人来处复你 老子不怕 爸 不要看 都死了你啊 杨哥 小少爷死了 定是仇家所为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仇家 想起来谁就杀谁 已经出了十几条人命了 这件事情真经全省 全省真经啊 他现在就告诉你 肯定是刘长虎 老子收了他一百亲笛两处大宅子 他在报复 肯定是他 我得杀他 你先杀了我吧 你看着 再拦着老子劈了你你信吗 想想姑姑 他老人家七十多了 你要是有个三丈两短 谁给他压到 别急吗 袁庚啊 别杀了 杀的人越多 冤亲债主越多 我这大白天的都看见阎王小鬼了 儿子 娘 娘 求你了 李太云 你别跟着 敢让娘来喊着我 你等我杀了人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袁庚 儿子 娘 娘 上 刘长福 这是干什么 我在等你 你 知道老子要来杀你 为什么不跑 我往哪儿跑 我这一大家子人 说 为什么害死我儿子 是不是你 不是 不是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 我也知道就是你下的手 走 现在我就杀了你 给我儿子 舅舅你别杀我爹 这三个都是你儿子 是 你杀了我吧 可你不要杀我的三个孩子 奶奶的 老子的儿子刚死 你用仨儿子来借我 你刀屁 救你 张婷 救你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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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是 一个刘长福就撒儿子 哥哥都是好样的 这要是一刀下去 三个丑家 三个丑家 丑家多了 太多了 这等老子要是老了 轮不动刀了 都得找上门来呀 袁哥 都得找上门来 李大云 你 替我走一趟 凡是被我杀过人的人家 都走一趟 家里有老人的 给他们跪下 磕头 做衣 你告诉他们 我给他们赔罪 家里有孩子的 给我养着 他们要想报仇 那就现在来 我绝不还手 我赵元更错了 赵元 我陪大奶奶去 多带人保护大奶奶 我去这儿 我去这儿 你不必须 我去那儿 你不必须 你们不必须 你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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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时候 小时候 说是小春我 我都要跪地下起湖头 都不理 我没这样的儿子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样下去就完蛋了 那么如棍一边 也是从苦日份过来的 一辈子家里 但愿他将这片家 只要回在他手里 他要是有个三成两的 谁给我得把老骨头养老送住 有日子没给娘脑背了 瘦了 娘 不生气了啊 这是儿子不好 大爷 让您的孙子 造了恶人的黑手 想报复吗 滥杀无辜 你也做大了 这是让您跟着担心 儿子知道错了 别再生气了 儿子该死 周远哥 周远哥 我告诉你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死的时候 你得给我打翻了 娘 你要敢死我头了 我伤不了你 娘 咱不说这个了 不许说这个 那你给娘起事 起什么事啊 你就说 绝不死在娘前头 娘 你老做好喽 娘 儿子当着你发誓 赵元庚绝不死在娘前辈 娘 儿子当着你发誓 我让你发誓 你发誓 你得已给你帮你 我话说 你把你发誓 我发誓 你发誓 我里面 никаких你发誓 你穿吗 你穿了你穿了我 幸不穿了我 是不是 没事 我就不信她敢毙了我 那你倒是去不去西安呢 去 不去太不给她面子 什么时候动身呢 明天一早啊 元刚 放心 我会照顾好老太太的 家里有什么事 我和极安商量 去 把老二给我叫来 专远 您找我有事啊 你这是干吗呢 弄得跟个吓人似的 坐 这是您办公的地方 我这么些年都没进来过 哪敢坐呀 丫头最近来信了吗 怎么了 丫头怎么了 胖鸭挺好的 那你哭什么呀 我是替胖鸭高兴 他爹还想着它呢 竟说废话 我的丫头我能不想着 倒是来信没有啊 这俩月都来了七八封信了 这 你真信七八封信了都不给我看 这不是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吗 我怕打扰您没敢告诉您 现在都说什么呀 我不敢说 您还是自己看吧 都不敢说 都不敢说 中国都是你 他们都没法 还想着 这儿子都不敢放 但是我说 你也会不会 你也有我们人 想着 打扰您 您千万别生气 我这儿就走 站住 问问他要多少钱 我去先给他带过去 专员 您同意让胖鸭 去上海上学了 竟说废话 那上海大学是最好的 我能不同意啊 专员 那我替胖鸭谢谢您了 起来 起来 别弄得跟个吓人似的 要不要跟我去西原看丫头啊 专员不敢给您添麻烦 那就准备点东西 我给丫头带着 你干吗 专员 专员怎么一个人啊 大半夜的怎么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 专员 我知道你心里边难过 我也不会说话 这些天 我也不敢上前安慰您 有这份心就行 你这是去哪个院啊 要不睡我这儿吧 老头 今年多大了 我还不到三十岁 我十四岁进的咱们家 这都十五年了 我还一直没给您生出个儿子 都怪我废物 专员 我还年轻 我肯定能生养 求求专员了 今儿就睡我屋里吧 丫头 听我一句劝啊 趁着自己年轻 离开赵元庚 多带点钱找个好人家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赵元庚 他不是人 是他娘的狼 淳于 二十岁 人家 人家 你不是人家 很轻松 紫嫩 汪 宇 儿子明天奔鲜 一大早就得走 儿子 你杀人太多 冯大将军可厉害 你要小心这点 杀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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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出去 出去 嫂子可知 这次我表哥去西安会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肯定是要革职反省了 哪还有那么简单 还能怎么样 事情一出 我就让我西安的朋友四处打听 准确的消息 我表哥这一去 恐怕回不来了 你想啊 大将军是什么人 我表哥手上有十几条人命 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大将军能不敲山震虎吗 这回 他要是把我表哥给 他 那以后整个西北 还有谁敢不听他的话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既然这样就不能让他去呀 嫂子 就算他不去 那边也会派人来抓 是该想想自己的时候了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那这么说 你表哥这回死定了 我想飘卑陈丰 如雪般笑容 树立在枝头 漫暮茶字眼红 往事一场梦 梦醒秋成浓 有香涌在心头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天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有一遍 爱总会有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对你 也不舍得 我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天